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OS的模组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上面这边我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这个刚刚的方法 如果说我今天不用刚刚的方法 你可以用OS的套件 里面的话有一个蛮重要的方法 OS底下有一个叫Walk Walk 名称取得很怪 Walk 意思就是他会帮我在这个目录里面 去找寻所有的党名跟副党名 帮我把它列出来 其他还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方法 像什么建立目录、删除目录、甚至删除档案 重新命名这些都可以 还有什么串接目录跟党名 目录跟档案名称 一个Joy 分割也可以等等相关东西 另外还可以检查什么 某一些这个路径 某一些档案是否存在 比如说 像我们这一题 应该就是如果你要重新在把 档案合并之前应该要检查什么 检查目录底下有没有all.tst 如果有的话应该把它删掉 如果你没有把它删掉的话 它会一直append下去 所以你会发现 all会越来越大 只要你合并过一次它不会删掉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如果它存在 就应该把旧的删掉 remove掉 ok 所以这些方法都可以把它拿来用 所以你会发现 OS 这个套件还非常好 里面的话 基本上跟档案相关处理都可以拿 这个来使用 那接下来怎么怎么做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取得 我们目录底下的所有的 档案资料 首先第一个 那当然这个地方请各位 也许里面如果存在像dir.tsd 跟or 我先把它删掉 好 删掉之后 我先demo给各位看 这里面你会发现 程式又更精简 首先当然你要先 import什么 Import OS Import OS之后的话 接下来 其实你只要改 几个地方就可以了 改第一个地方就改这一行 其他还有这个 这个 我们原来是写成的 原来是 原来的写法是用这个 dir read the line 然后再把它开启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用Import的话 那就不用那么麻烦 原来是写成这样 OK 这几行H可以先把它拿掉 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那再来我先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程式没什么改动 知情一下 合并完成 结果有没有出现的 all.tsd 这边都有了 结果跟刚刚结果是一样的 那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 Import OS 所以如果我要使用刚刚那个 OS的这个模组 OK 你一定要先Import它 如果你没有Import它就不能使用 接下来的话 后面的话你要先 需要先给它一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 那这个回圈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是只有一个回圈 一个for回圈 可是这个地方有两个回圈 OK 所以特别注意 有第一个for 第二个for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一个for到底要写什么 第一个for 首先第一个 这个for回圈 你必须要给它三个东西 哪三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论测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根目录位置 就是你你现在合并那个这个全省邮局地址那个这个磁碟机的位置跟目录在哪里 第二个的话 DIR DIR就是你的目录位置 DIR S 有没有 跟着讲 就是这个目录底下有多少个子目录 子目录OK 逗点 第三个呢 就是files 这个目录底下有多少个档案 in OK 后面的话特别之后 在哪一个 目录里面 所以你后面加个os 点work OK 刮呼一下 刮呼之后的话呢 请你给它目录名称 就是这个目录名称 OK 全省邮局地址 帮我把全省邮局地址 帮我把它work一下 里面东西帮我找找看 OK 然后呢 最后加一个冒号 意思是说帮我找找看 那特别之后 他会帮我怎么样 找完之后呢 Return给我一个东西 我看一下底下 walk 给他一个目录 这边后面加一个后双引号 我忘了加 OK 然后 他就会帮我们怎样 去这个目录里面walk 巡览一下 然后并且丢回来 这个目录里面的 根目录位置 有没有指目录 有没有档案 不过其实前面这两个都我们都不需要 主要是什么 我们就需要这个 file里面有多少档案 对 然后特别最后他回来的话一定会是一个串列 所以如果是一个串列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知道串列 其实很简单 其实以后如果你不知道 到底回来是什么 你可以在这边print就可以了 print什么 把这个file丢进来就好 OK 然后把它run一下 有没有 里面有这些东西 有o 有没有有这些 其实o可以先删掉 这可以不然到时候又合并进去 他会把o也合并进去 那变越越大 好 这些 放在哪里 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底下的程式就做什么 再针对这个file 做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是做什么 for 这个file in 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清单里面 这个写法 其实也是for 回圈订问 这是一种for each的写法 刚刚是for range的写法 for range是一个范围 那这个是for each 里面所有的东西 都帮我一个一个抓出来 所以特别是他会先抓哪一个 先会抓 不过我刚al已经删掉了 他会先抓三重 帮我抓到哪里 抓到这里来 换下一个中立 直到凤3 都会放到这里 所以我只要做什么 把这个p 刚刚这个路径 不特别注意 这边我刚刚试一下 好像这边就不能用r了 因为后面好像他串的结果 如果你用r他会出错 所以我全部都把它改成两个 反斜线 OK 然后加那个什么 党名跟负党名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 这里面是什么 你也可以把它print 然后把它串接 那一样 刚刚我们是先把它print一下 printp 所以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合并之前你也可以什么 先把它的党名跟负党名print看一下 你会发现 他就帮我把 整个完整的路径 加党名、负党名 串在这里 那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 接下来我就可以把他open 然后用read 再怎么样 把它write到all里面去 用append模式 并且write出去 就合并完成 OK 你会发现合并完成 这个时候的话 在根目的底下就个all OK 就完成 不过这边去 一样 all you一定要把它删掉 如果你没把它删掉 你再执行 他没有错误讯息 这一行应该把它删掉 那可是你会发现 刚刚all好像才86k 现在变256 如果再执行的话 又合并完成了 你会发现现在已经500多 为什么 因为他会把自己再合并进去 然后合并完再输出 主要的 关键就是这个A模式 OK这个A模式 主要是什么 把它append到后面去 所以这里应该再多写一个 程式 写什么 当你跑之前 你应该先判断 如果 我们根目的底下 在这个东西存在的话 那就怎么样 把它remove掉 所以其实很好 很简单 你可以用if 这边你可以 刚刚用if os 底下有点 如果 检查档案有没有 存在的话 我刚有提过 你可以用 os 里面有一个 paste is this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点paste paste 然后点 ex addist 然后后面 就给他这个东西 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放到这个paste里面 贴散 如果这个路径存在的话 那就帮我删掉 删掉怎么删 os 点什么呢 应该是remove 有remove 在这里 remove 这边有 然后把那个paste给他 那个paste 就是这个 所以你把这个paste 一样 copy一下 然后把这个贴上去就可以了 OK 这样的话 基本上我写好 就是如果那个档案存在 就帮我remove 掉 看一下 所以刚刚那个 会一直膨胀 500 现在会不会 试一下 执行 合并完成 86 如果再执行 会不会膨胀 还是86 为什么 因为 我会先在前面 先检查一下 他有没有存在 如果他存在了 就帮我remove 掉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多这两行 还蛮好用的 这样以后就不会一直 你还要手动再去删 的问题 OK 请各位试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顾 1 我们先input OS 这个云端上都有 2的话 写一个 这个for回圈 这个for回圈 主要是for each 在哪边 他帮我把里面所有的 主要这个files 把所有党名跟副党名丢到这里 里面这个回圈的话就for each 里面的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帮我放进来 然后我再把它合并 合并完成 OK多一个就是检查 路径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有的话帮我把它移除掉 OK 画面先 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些做法的话 工作上其实还蛮常遇到的 因为其实 大部分就是 我遇到最多同学最多 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大量的资料要合并 然后大量的资料要分割 OK 所以 很简单 你大量 资料过来之后 你要先 也许你要需要先把它整合在一起 等到整合之后 再下一部分就是再把它做细分 所以常常遇到也会有这种 需求 如果利用python来做 基本上我是觉得 写起来还蛮简单的 程式真的不多 大概10行左右的程式 就足够把 一些本来如果你用其他语言 如果你用java来做的话 做不做到做得到 但是java写出来 程式 绝对比这个多太多了 OK 比较起来的话 这个python在处理 档案上面真的简单很多 所以请各位试以前 好